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3日 今天看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有一条好消息 讲到中国呢 十万吨级的这个核潜艇 不是核潜艇 核航母啊 因为经济原因暂停研发了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 我倒觉得值得庆幸 值得肯定 这篇文章讲呢 说是美国国会研究腹部 他近日发布年度军事报告 说解放军正制造新航母003 也就是第三个航母了 前两个是山寨版的 一个是山洞一个辽宁号 都是在大连那个 在我们家附近的造船厂制造的 以前我讲过 我中学的同学好几个造船厂 这个船体车间的领导的孩子 但是那都是那个年代了 九元的年代了 现在叫什么船部什么工业总公司了 这个超大型国旗 说解放军排水量达到十万吨的 这个航母原先准备尝试制造了十万吨的核动力电磁航母004 这个很厉害 因为经济原因目前已经暂停研发004 报告指出中国造舰速度令人担忧和震惊 说解放军目前拥有约350艘军舰和潜艇 美国海军仅仅才有293艘 你想想发展速度都快 怪不得这个老百姓到现在位置 十亿人口还有六亿 一个月才一千块钱收入 这钱都放哪里去 就放这些没用的 造这个军舰 造航母 这个搞军事这个岛礁 在南海啊 那些岛礁上接那些设备 你花多少钱 这表明习近平就是 这个厚大喜功 刚愎之勇 像统治全世界 这个野心增长 他把这个称为什么呢 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际上错了 复兴不了 一个美国干起来以后 那只有就是这个失败 亡党亡国 在川普那个时代 完全有这种可能 到了拜登 就拜登因为和习近平 关系够铁啊 这个现在虽然没有 和他通电话 但我相信可能过一段时间 两国会关系缓和 因为世界各国的人民 都不希望打仗啊 谁愿意这个流血牺牲 都想过繁荣的生活啊 那习近平也是 内政外交陷入困局 也碰里鼻子灰 现在也该检讨检讨 如果是因为这样 就是世界局势 发生变化了啊 再加上国内的确没钱了 人都撤资走了 不和你玩了 恩国这个自由联盟 威罪堵截中国 那自然而然 你经济上就不行了 对吧 所以就 不研发这个啊 十万吨的 核航 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不要再劳民伤财了 那么根据东王的报道 他说呢 每一报告 说中国十万吨 几航母004E 经济原因 暂停研发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什么 中国海军现代化 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 被题目称 中国海军 已被看成是 对美国海军实行 实现和维持对西太平洋 控制能力的重大挑战 是全球最大舰队 具备区域 拒止能力等等 另一报告 将山东号 首搜 国产航母编号 由001 改变002 那么这个报告还讲 中国已经在南海 和西太平洋 获得优势 美国海军需要通过研发技术 改变舰队的结构 提高战备能力 和研发新科技武器 来应对中国海军 解放军正研发 高潮音速 滑翔体 反舰导弹 比反舰导弹 东风 21D和东风26 更难被拦截 除航母以外 报告指出 解放军正发展 076型两栖攻击舰 可能准备 上面要设置的弹射器 等等 这表明什么 表明习近平主导下 这个中国的军队 和美国比拼 这是个重大的 这个误判 没有必要 有这钱 就是把国内 老百姓 劳动保险 医疗保险 把它搞好 人人过上 这个好的生活 然后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能够开放这个 言论 像我老江本人这样 能够返回中国 来回走 你把这些基层民主选举 把这些搞好 基层民主选举 在胡温那个时代 曾经做的还是有些起色 你比如说有一些 这个乡镇 这个民主选举 是刚刚开始 应该把它提升 到了市县乡 逐步的省 都应该提升 都应该搞民主选举 然后逐步的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搞这个 这个联邦 这个共和国 开放党金 报警 学习奖金国 但习近平傻 就是说 他这么好的资源 他爸爸留下了 光辉的形象 政治产 他没有 好好的继承 他反倒倒过来 学习康僧 想学毛泽东 搞一党专政 加一人独裁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 然后军事上觉得强大起来了 建这些 这个什么导弹 飞弹 航母 舰艇 这个什么陆战队 想和美国比拼 比拼不上来 因为你的差距是什么 我仔细看了 这个海外 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的报道 差80年到100年 就军事设施 你何况人的素质 这个军队的内斗 美国军队也有内斗 但是 他是两党公开斗 那个情况完全不同 你看这一次 美国密度大选 这个拜登和川普两个 斗到这个程度 还发生1月6号 冲击国会事件 但很快修复了 他民主基础 这个底座非常好 你看现在一切不都走向 这个 正式的啊 这个 传统式的 稳固的 这样一个状况 状况了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建 建政以来 这个技术在这放 他有权力和平交接的机制 你让那些国防军 什么陆战队 你叫他参与政治内斗 人家不参与 人家素质好 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个习近平控制 张又霞 张又霞控制李作成等 下面这些将领 就开始 两面人 都捧习近平 所为大领袖 要和美国比拼 比拼的结果肯定是输 与其输 你也不如 你就干当老二 好好的 把经济搞好 南海啊 开放 各国家一起开发 石油 利润共享 然后南海 那些倒糟 倒交 都把他放弃 有什么用 你跟战士士兵 在那守卫的那么苦 一点又没有 撤回了以后 给这个国家 好好地解释解释 每一个人都能有 房子住 有饭吃 有衣服穿 还要给他们言论自由 就监督的权 表达权 这都好 这西域 明明可以做一个 惊天动地的 名垂千古的事 非要当一个小丑 跳梁小丑 你想民国都已经 把地址埋葬了 怎么可能再 让中国再诞生 一个新的皇帝 所以为什么 我说他没有文化 就在这里 其实他刚上来那时候 我都是很支持他的 结果是 我也写了好多文章 在海外有很多人 都批评我 就是对共产党 太抱有幻想 人太善良太好 你想连我这个案子 都不能平凡 你还能平凡 从今那个640 黑社会组织 遍地的冤假错案 太多太多了 这里每一个星期 几乎都接到这个邮件 或者是写信 导信箱 讲这个他们的遭遇 维权人士 和这个异议人士 这个 那冤假错案 案遍地 那习近平本身 这还是文字 有点受害者 为什么上来以后 不能学奖金 我给自己的爸爸 留下来 这种不整人的传统 传下来 反倒是天天整人 天天搞 建议都论这一套 然后对外就是扩张军事 这是老民伤才 一点效果没有 所以如果说真的 现在中国十万吨航母 因经济原因暂停了 管它什么原因 都是大好事 不霍霍中国老百姓 因为再过几年 它这么搞下去 我认为它随时都能垮台 垮台了队地派 把它一抓放监狱的去 那航母还得停 有什么用 都不各同乱提 你那个航母 最早那航母 不就是仿造俄罗斯的 人家不要了 那航母拿回来 仿造在那个大连赃案场 那个船屋里边造 这个老民伤才 最后还诞生两个腐败官员 一个胡文明 一个孙伯 你想就这么一个腐败的军队 制造航母 还匆匆拿回扣 泄露国家机密 能打仗吗 打不了仗 一开战 那东西人家就是 说是一个小时给击沉 可能就有点贬低它了 一天就沉了 就是我都认为 中共这个要打仗的话 这个军队 不论是在印度 边境 还是在朝鲜半岛 还是在台海 只要一开战 习近平啊 这么说吧 一个星期就夸台了 因为积累的社会 矛盾太深了 他哪有这个本事 打一场这个战争 就像不用讲别的吧 得明星者 得天下 现在都是假的明星 你看不全是两面人吗 全是假的 我接触人太多了 你过去美国 我就愿意聊天 坐飞机上 住酒店 遇着那个国宁来了 我都和他聊天 他们也不知道我 是谁写什么文章 他不知道 都讲大事话 都说什么呢 这都反习近平 说为什么习近平 太霸道了 他说太专制了 太傻了 全是傻 你想我刚刚讲到 历经了民国 终结了帝制 怎么可能再迎来一个皇帝呢 这不是纯粹小丑表演 对不对 但是你说也批评不得 一批评就又蹦又跳又抓人 所以不行 因此这个航母不制造 我是挺高兴的 那么这篇文章最后也讲到了 东网的报道讲说是 这个报告强调中国海军目前 能辱局限性和弱点 包括反潜能力不足 远程情报获取能力不足 联合作战能力不足 人员素质不足 缺乏实战经验和行动经验等 而中国正克服这些缺点 你必要 我认为必要的防备 必要的军事 是保留着 对不对 你总得有个国防力量 但是缩减这些 这些嘟嘟逼人的共识 这样就避免美国 他担忧 他已经是老大很多年了 你何必给他抢 而且他在民主政治 他不会搞侵略的 没事的 你要不惹他的话 他能那个什么 这个和中国现在干起来 到现在这种地步 对吧 你贸易战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以毁翻我那个视频 有一些我判断错了 有一些我判断对 当时我就讲 贸易战就是 就是贸易 你多我少吧 就是 他是这个商人出身 就像 觉得吃亏了 一天 以前 老帮助中国 改革开放 最回国待遇 美国都没有帮助中国发展起来 那你现在建的这么好 你想 你在故宫里边 你看那多奢华的生活 那老川普一看 那心里是很苦的 就像老朋友 两个朋友 一个人 暴富起来了 开个这豪华车 到人家来 晃了一圈 人家穷的 车才五百块钱 人能不生气 很简单的是 就人就可能有想法的 能不能帮帮我 人不都这样吗 对不对 那川普当年 这个意思就是五千五百亿 贸易逆差 你 就平衡平衡 那时候如果 我说心里话 就我够笨了 如果是我去谈 我马上说太好了 我们早就想帮你 这四十年 你美国帮我们 钱这么多人 你看 是买牛肉 是买什么 多买点 买完了回去 别卖 就送给老百姓 你不用搞一代 省些的钱 你不用搞航母 省些的钱 就给老百姓了 而且告诉老百姓是美国 从美国买的 美国老大哥 给的肉 给的米和面 因为什么 人家帮咱们四十多年 现在为了回报 就是咱们买 或者给老百姓 这多好 你说你搞那么多 有什么用 跑非洲去 人就喊几声 习主席 打酒醒来 钱就烂撒钱 就像海外知识分子 给起个外号 打撒币一样 挺难听的 其实也是 那钱有什么用 给他们有什么用 你不能解放全人 你先只是解放自己 然后好好地回报 过去帮助自己的老朋友 在人生不都是这样吗 像我们现在 假如说有一天 暴富了 那时候也想 以前帮咱们的中学老师 小学老师 同学 青年点里的 这个监狱里边的狱友 这个对咱们比较好的警察 都报答报答 人都是这样 你还能给人反制 人家是五千多亿 逆查 杀到什么程度 派流合去了 竟反制 你是逆查 你反制什么 所以最后排打光了 最后 整个就翻脸了 全都反制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件事 不是反制的 反制是不理性的 去举动 你想一想 那里边 人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说你 你到 美国去访问 人带你到自己家庄园 去海河庄园 把你当成家里人看待 人回访到中国来的时候 你在皇宫里接待人家 那你不得 人属于万国来朝当中的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来送礼的吗 然再回一轮 让刘鹤去副总理 去见任总统 你不是骂人一样 所以习近平是脑子脑袋 他们说是 说在延安的时候 脱垃圾创了 我看有点像 真的 这想问题 就完全是不着便机的想象问题 结果刘鹤怎么样 刘鹤会的英文就忘光了 和川普谈的时候 我们在电视都看到了 把那个数字都讲错了 你说你数字都讲错了 你能谈某会战吗 早早就应该让胡春华 或者是李克强啊 汪洋去 人家总比刘鹤强多了 对吧 把这事谈好 因为中美的关系太重要 结果整到今天 你说再往回走 怎么走 新冠就这么个小事 都没治理好 货也全世界 现在成一亿人口感染 死掉人家几百万的 没有过四十万 你就想一下人家怎么能放过你 所以这个搞这个航母 我认为停止是对的 说明头脑还行 就是这个拖拉机创 它不是太重 制造停止了 早就应该停止制造这个航母了 你都打过人家 你看那个海军 有几个海外这些搞评论 他们都不了解海军 我就在大连水面建议学院 那里我认识人太多太多了 原先我在那办事书 我开车那四季小刘 那我就住那个大院里 他讲起那个无声币的故事 一套一套的 我知道太多了 这是公共平台 我不敢乱讲 就是了 我的四季就是 就是那个大院里出身 我大学同学 我老师徐老师 我就是教员 教党史 中共党史 先过世了 还有一些同学我就不讲了 对不对 人家都给军衔 别讲完以后 再整人就不好了 对不对 我都是好心 就是说 早就应该放弃 所有的航母的研制和开发 省下来的钱 好好为中国老百姓服务 这才是大事 其他事有什么用 就干那么几年就下去了 别得罪那么多人 等将来 你不当官是怎么办 你要想到这个问题 人家一定要想得远一点 善意一点 大气一点 要干就干的大事 要学讲经过 你干不了的话 学习胡锦涛 涛光养晦 修养生息 这最好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